大家好,我是凡华社长 这是从权力这个角度去解析权力的游戏《权剧》系列视频的第二期 上一期里面聊一聊权力的本质和它的来源 权剧中王权、神权、财权三种权力在剧情里面是如何互相影响、如何表现的 这一期更进一步来讲一讲权力的结构以及在这个层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在和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流的时候 当我们说到同一个词,我们心中理解的都不一定是同一个概念 在我们的历史架空、玄幻剧中,飞天遁地随便下编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编不出来的 但又一样没有变,古之里都还是君君臣臣、复天之下莫非王徒、帅徒之兵莫非王臣这一套 全力的游戏接近欧洲历史 在这方面让我们感受到一股不一样的味道 同样是要处决人 我们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而在这里是可以再次要求上天的裁决 用比武胜负获得最后的机会 这个要求体现出了至少两个差别 首先,同样是最高王权 一个是我就是天,不容置疑 一个是你也是凡人,也可能会犯错 一个是只有我裁决别人,别人不能裁决我 一个是需要有一个法庭来裁决 虽然裁决人其实还是我 加上后面还出现了宗教法庭 在宗教法庭上 色西这个王位掌权人同样会受到审判 这个在欧洲历史上是出现过的 第二个就是贵为国王如果犯错 也一样要受到惩罚 但是受完罚之后 你还可以回去继续当你的王 所以我们看到了色系当众游街 君临城里面的百姓为官辱骂 但是回皇宫后大家该干嘛继续干嘛 你继续当你的queen 我继续回家种田 那要是在我们这儿 皇帝承认自己犯错 不仅是涉及到个人严命威信受损 更可能的是要涉及到倒台丢命的大问题 公开游街之后 然后还能回去安稳当皇帝 想都不要想 前几年一部大火的架空历史剧《狼牙榜》 主要的基调就是围绕着皇帝勿杀忠良 大错诸臣不是及时纠正 而是处处掩盖这个核心在做文章 说完国王这个层面 接下来说说剧中各个地方贵族和封臣之间的事 也就是那些my lord my lady这些人 全地的游戏中 West的大陆上面有七个王国 分别是北境、古地、河间地、西境、河湾地、风暴地、多恩 名义上有铁王座统治 可是我们看到各个地区其实各自为政 他们下面还有自己的封城 这些小的贵族是效忠于军林城铁王座 还是他们本地的地区领导人 都是存在变数的 更多的是 只忠于自己的领主 劳伯驾崩、乔弗里继位 诺伯斯塔克和老妈凯特林 汇报家筹登高一呼 家臣们只忠于斯塔克家 也加入其中 王位在这里并不是一强独大 与其说他们是铁王座下的人民 倒不是说他们更认同自己的身份 是Vest大陆上面的人 相比之下 东方的文学作品中 要么就是互相独立的王国 要么就是一个朝廷中 不同的皇子间争权夺位 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 乔治·马丁创造出来的这片大陆 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的分配 体现出来的这种差异 很魔幻 很西方 感觉上更像加强版欧盟 或者低配版Ulight State 上面聊了两个我觉得有意思的 剧里面中西方在权力概念上的差异 其实剧中权力的光谱也很多样 除了Vest大陆 来到最南边 野蛮的多斯拉克骑兵烧杀抢掠 抢来的人当做奴隶 卖给密林地区的奴隶组 这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活动 落后的奴隶制是当地权力支柱 消灭原来的奴隶组 废除奴隶买卖 把奴隶解放出来给人们自由 丹尼尼斯塔格尼安 费如战争的领导人 先进文明的传播者 通过推动社会进步 在这里成就伟业 吹响了他雄徒霸业 征途的号角 听起来像不像美国的南北战争 女版的Abraham Lincoln 南方看完 我们来看看北方 长城以外的北方 这里有所谓的野人 野人并不是指他们没有开化 而是他们并不归属于哪个王国 没有自己的领主 不是奴隶 也不是哪个my lord my lady的成名 他们是自由民 Fremens 听起来是不是更像19世纪的美国了 北方自由人 南方奴隶庄园 都说乔治马丁 权力的游戏中的七个王国 是在黑欧洲 今天从权力的角度看起来 更像是在黑美国 接着来看看北方这些自由民 这些野人最大的敌人 就是叶王 那前面第三集观后感的视频 叶王之死代表了什么 那一期里面 我提到过 叶王或者说叶王大军 是一人独揽所有大权 下面的全部人 要忘记自我 要狼性 所以战无不胜 但是在这样的权力 只集中在一人之手的结构中 看似最强 其实恰恰最弱的地方 就是叶王本人 只要他一死 整个体系就会立刻崩塌 北方的雪洛 带领守夜人和自由民 背抗叶王 登上北定之王的宝座 我就不分析这个 到底代表了什么 你们有空去问问乔治马丁 或者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欢迎在我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好了 这一期的从权力这个角度 去解析全剧系列 就结束了 下一期 我会从权力的责任 和管理来谈谈我的感受 敬请大家期待 这一期视频就这样了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觉得喜欢的朋友 请帮忙录刷一波赞 来支持本视频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在B站上 也请爆刷一波赞和关注 还有我的脸书 微博 搜索防话社长 都能找到我 精彩不容错过 我们下一期见